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文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长柯文哲前往视察 联一中校院区视讯诊疗流程 同时慰绕医护人员 视察后发现 这个挂号的过程变得很复杂 表面上看挂号一堆人 但是又不符合中央的规定 你快来关心 先生你好 你好 那我们今天要做快筛 阳性四季的一个确认 好那我们全程都会录音录影 台北市长柯文哲跟着医师 进行视讯诊疗 从系统使用到与病患沟通 完成线上诊疗服务 系统刚上线 他谈言仍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 这是第一天上线 其实所有系统都一样 我们都知道系统上线 一开始还是要debug 还有在优化 那当然我们这样一看就知道说有哪些需要改进 不过就是先求油再求好 第一天先上线 而且我知道今天早上他们跟我报告 全台湾目前大概有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跟自主管理大概是32万人 32万人一趴就好 就3200人 3200人一下子要上来做通讯诊疗 其实台北还算OK 我当然说比较偏远的限制恐怕跟痛苦 因为这个 你要叫一个80岁阿公去讯诊ID还在 我看这个就辛苦 所以一个系统是这样 每一个系统要引进都要时间去酝酿 因为今天第一天使用 用的人不习惯 双方都不习惯 现在中央规定又是要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自主管理 问题是怎么证明你 你说那个居家隔离通知书 等到你拿到的时候 你这个居家隔离的时间早就够了 所以 所以这个有很多这种通知书 或者说你自主管理 一些法律文件怎么证明 所以就让那个挂号的过程很复杂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挂一大堆人 就问他说 你是属于居家隔离的吗 他说不是不是又不符合中央的规定 不过这样 每一个系统要上线都很多 很多要修正 我也知道 所以我来看他发现很多缺点 但是这个 这个城市是在不到48小时写出来 而且要上线还完成教育训练 这已经很困难了 所以结论是辛苦的 特别是今天是副理师姐 辛苦了 谢谢 谢谢所有要讲的 谢谢大家 其实我知道 因为我是第一线出身的 我非常清楚 实在是 大家 但是问题是 那个红红大概还两倍到三倍 到现在的话 所以那个工作还更多 特别是 这个礼拜进入那美与季节 我们那个防疫机门诊都是户外的 那个预备还不晓 那个下雨的设备还不晓 准备的好不好 所以还有一大堆问题 所以 估计 这个因为这个疫情不会一个月结束 所以那个 请总院长去把那个 那个遮雨的设备先 先处理 他也感谢联合医院不眠不休 48小时将系统赶制出来 同时在护理师节的当天 线上贴心礼物 为老医护人员 也希望能在接下来的48小时 建制另一个系统 让民众在看诊后 能立即挂号领药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带你来看 台北市举办广词 第一级行善社会住宅记 斯文里三旗都根 联合招诸抽签记者会 共提供了1589户 让市民朋友申请 有申请的民众可以上网查询结果 台北市最大智慧型社会 住宅社区广词博爱园区 社宅第一区 以及行善社宅斯文里三旗都根 分魁户进行联合招租抽签 提供1589户给申请民众 有申请的民众可上网查询结果 另外广词C区2022年第五完工 将可再释出476户 这其实是四个社会住宅 共同抽签 那我们慢慢在想 就是这样 就是时间慢慢会越来越好 我们这次以后抽签 你要做那个叫 要共同的这个整合平台 因为我们社会住宅每次上一个 大家都来输入资料 抽完没有就 就upupup 我在想说一个那共同的等待名单 像我们这次就是 你输入一个名 输入一次资料 你可以 你可以挑四个 当然你可以 如果你一直 一定要住哪一个 还是说你 反正十个给我做到你就住 就可以让你选 他说我想这里是个进步 像我会把台北市 等候所以住在名单 就给他做个资料簿 如果你每年有上海登录 一直去购物 跟你叫upupup 你就还是知道 我们的activity 这个叫佛性的名单 如果每次有公开 如果你是佛性的名单 我记得一遍 台北市有新的社會主人 你要不用收掉 那我们在广直社会住宅 老大还没有时间来仔细看 我每次都看到零電而已 進來看好像整個地貌完全不一樣 這個 這個我一想當年開工的時候 要來解釋也是一樣被灑名字 被什麼抗議 我見過這幾年 其實台北市的社會住宅最成功的地方 他從零碧設施變成是一個 大家都喜歡的地方 而且我這樣看起來就環境還不錯 整個整修以後 空間 一個他以後 他是前亞洲最大的社會福利的一區 因為裡面 因為地本來就過 地過大 就是5.9公頃 5.多公頃 所以裡面 地過大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是不是 還有這個新義氣功手要搬進來 最重要就是捷運的最後一段 所以 是不一定 將來搞未到天春到南港去 那是以後的事 所以等到這先弄完以後 他在交通沒方便 那就是 跟亞洲最大的社會福利 然後就開了很好的公宅 我想這個 它最重要的 我們就是當年都是找 台灣最強的廠商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 那個 雕章該有的都有 綠建築 柯文哲坦言 距離當初喊的5萬戶還很遠 引發外界質疑是政策跳票 他強調最重要的是 不要幻想一天改變國家 但要有目標穩定前行 他認為設宅的政策是對的 但革命需要很長的時間 北市府現在有8200戶設宅 正在施工 陸續也會相繼完工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再帶來看 設計校系的畢業盛世 松山文創學園祭 在松山文創園區展出 集結了全台46所校系 和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共同參與 即日起至6月14號為止 每周都展出不同主題的畢業作品 展現大學學子的青春原創力 畢業季到來 設計校系的年度畢業盛世 松山文創學園祭 正在松山文創園區展出 共集結全台46所校系 和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共同參與 在廣告與大眾傳播週的主題裡 讓人看見 參與校系的用心與努力 結合理論與實務 各校學子的畢業作品主題多元相當精彩 因應疫情 松山文創園區 今年也首度與線上平台合作 提供學生畢業作品免費上架展出 其實松山文創學園祭 今年已經是第11屆 那我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扶植學生們 讓學生們能夠有一個展演的一個舞台 所以其實今年我們的主題是 Move on 跟 move off 那其實也是想要呼應今年 其實近期來 疫情的關係 其實很多的決定跟討論 其實都是開開關關走走停停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這幾年畢業的學生都會有深刻的感受 那其實像是前年的部分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而有所取消 那去年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展出第一週之後 之後的消息就沒辦法展出 因為就是豐原了 所以今年其實我們 大家也都是面對非常辛苦的一個狀態 但我們園區也是希望說 能夠提供給學生們一個 很好的一個展出的機會 所以我們今年就是 特別還跟R2GO這個線上展示平台做了一個合作 所以今年是首度有一個線上展覽的一個合作 讓同學們不論是線上跟線下的展覽 都能夠讓被大家看見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想要讓大家 能夠看到學生們的作品 讓學生的潛力能夠被大家看到 所以其實園區還是以一個扶持跟 吸引大眾來參觀學生們作品的一個角度來出發 所以其實今年我們除了線上展之外 我們跟Dcard這個一個很大的全台的一個平台 做一個合作 那他們會幫我們錄製影片 在線上宣傳上面可以讓更多 業界的人看到學生們的一些創意 那除此之外我們還有 這支還有做一個口罩 主視覺的口罩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我們 除了就是在現在全台灣 還有什麼最知名的一個 學生的一個展示的平台 就是做在松山文創園區 那像是來到園區跟Dcard的他們的IP 做一個DTOLFRIEND做一個合照 然後上傳到我們的自己的臉書 或是官方的自己的一些宣傳的平台上面 都可以獲得我們的明信片 然後也可以獲得我們還有抽獎爆枕的一個活動 那再來就是在打卡的話 也可以獲得我們主視覺的口罩 我們在設計主視覺的時候 我就用一個比較看不出來 它是在on還是off的一個狀態 那其實也象徵著就是 你畢業時做的每個決定 其實都代表著你往後的人生 可能會有不同的發展 還在一個很想要探索世界的年紀 老師現在跟我說過 如果人生都沒有問題 那我也沒有太無趣了吧 我覺得這轉變最大的就是 你以前面對的是你的同學 隨心所意的做出自己的想法 那現在在工作 就是你要稍微消化自己的話 我們其實做的不是完成這件事情 而是維護這件事情 大膽去做這地上你是自由的 所以就是可以盡量去發揮 你不用被框架受限 由於去年和前年的學員季活動 因為疫情影響 不是取消 就是大幅縮短天數 因此今年的學員季能夠順利開展 並配合線上活動來展出 都讓各校學子相當開心 也感謝松山文創園區的用心籌辦 對我覺得這是非常好 因為松菸她是這個學員季 那今天這個週末 她整個全部園區的展場 全部都是傳播相關的科系 所以假設就算今天我們 有我們的親友或認識的人來 她對傳播有興趣 那她其實都可以一個學校一個學校 去看每個學校在做的內容 那其實這樣子綜合起來的機會是很難得的 因為其實大家平常不會有機會去每個學校都接觸到 而且是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空間 去做比較跟一一去體會 所以我覺得她是這樣子的安排是非常好的 而且有這樣的主題安排 我覺得首先就是很謝謝松菸提供這個場地給我們 因為其實這個場地跟這個整個學員季的這個結合是非常難得 就像我們剛剛總召有說的 這是一個所有很多傳播學系的學校都可以一起在這個場合 然後去進行把我們大肆避制所有的心血 整個傳播系學到的東西都可以展現在我們展覽上面 對然後我覺得這是我們選擇在松菸 真的是我自己個人是覺得這是我們非常正確的選擇 對那至於自己有在展覽方面學到什麼的話 是覺得很多事情就是其實光靠憑空想像是真的很難去達成 很多事情就是需要一一的 不管是跟廠商的調節或者是溝通 或者是跟學生之間的這些群體合作 這些都是平常在學校上課可能會比較少接觸到 尤其因為現在我們傳播界就是如果要走向外面走到業界的話 會需要非常非常多經驗的累積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策展就是算是給我們為 以後踏入社會的其中一個銜接點這樣子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場地費的費用其實蠻節省的 然後地理位置的交通也蠻好 就是其實從這裡捷運站走到這邊其實也蠻近的 然後又位在新藝區其實人流量其實是蠻多的 其他校區一定也會有他們自己的客群 那跟其他校一起辦展覽的話 他們的客群可能也會對我們的展覽有興趣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一起辦的話 就是人流量會比較多 然後可以讓作品更大地被呈現 然後曝光度也會提高 我覺得有一個優點就是在我們是分校內展跟校外展嘛 然後校內展比較像是給學校附近 或者是自己的學校老師或是學弟妹看 然後在校外的話會有其他的觀者來看 會增加大家的能見度 所以我覺得是很好的機會 像我們自己做的作品有被別人看到嗎 那這樣是最好的 如果自己做的再怎麼認真沒有人看到 那也沒有什麼用 就是所以也很謝謝就是有這個場地 讓我們去辦這個展覽去宣傳我們的作品 然後解釋我們自己的創作理念啦 或是一些創作動機 然後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的作品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很好的這樣子 《松山文創學員記》即日起至6月14號為止 每週都展出不同主題的畢業作品 從扶植原創的精神出發 提供學生們展現創意的舞台 也藉此鼓勵學子勇於挑戰 迎向未來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眼見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式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透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四不一樣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 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佳琪談關心您 接下來是好消息喔 台灣烘焙選手在2022 法國露伊勒斯福世界杯麵包大賽 擊敗了10國的選手一舉奪得藝術麵包 甜麵包法國長棍麵包 與歐式特色麵包的項目冠軍 是台灣之光 以美女與野獸為主題的藝術麵包 從野獸的神情到美女的細緻五官 服裝與整體造型 甚至玻璃罐玫瑰花都是用麵團製作的麵包 這是由五五縣教練 指導藝術麵包選手徐少環的作品 在堪稱烘焙界奧斯卡金像獎的 法國露伊勒斯福世界杯麵包大賽 受到評審青睞奪得冠軍 因為我一個女兒啊 她其實在兩歲之前都會 兩歲之後會聽睡前故事 那睡前故事常常都是公主系列的 迪士尼系列的 那時候這個愛的主題 剛開始這個主題我對愛的認知 就是愛這種東西一定是雙向的 不管是男女朋友 或是你 男女朋友一定會有一男一女 那叫做你愛吃麵包 也有你跟麵包兩個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做一個雙主角 然後把小朋友在聽睡前故事帶入這個主題裡面 作品啊是雙主角 他的為求3D的一個表現 他的接縫處會很多 所以花了蠻多時間去製作 那最後在組裝的時候 也很感謝我們兩個選手 來幫忙我協助完成這個作品 一開始我們從第三名開始頒獎 第三名第二名 但是下面還有很多 很多我們可信的對手的一個國家 他的選手跟教練在這邊等待 結果當我們聽到那個 參與台北的時候 那一個 那一瞬間 整個人都帶掉了 為什麼帶掉 很開心 很興奮 然後就 我就要搭個選手 衝上去 然後我請選手 上去先領獎 因為我們台下還有什麼 還有很重要的那個 我們的駐發大使 然後他就把我叫住了 他說他很開心 他看到這樣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吳教練你很厲害 我台灣我驕傲 然後那時候那一刻 我就很感動 就情不自信的掉眼淚 就一直哭 就狂哭 然後那時候就整個 那個又興奮 那個喜氣而 喜氣而哭 那個感覺 我就不會講那種激動 然後又非常興奮 這樣子 另外在甜麵包 法國長棍與歐式特色麵包項目 尋受李宗威及吳子靜 接獲的金牌殊榮 使用了許多就是台灣的那個 農產品就是 還有食材元素就是 希望就是讓世界就是更認識台灣 其實台灣的農產品 台灣的農產品 一直都是蠻優質的 對 然後就是藉由這次的比賽 讓世界能更認識台灣這樣 就是對跟時間賽法 反正比賽從頭到尾就是 就是我們要準備也是要跟時間賽跑 然後比賽的過程也是跟時間賽跑 所以其實我們都磨合得很好 對 特別是疫情關係 今年從選拔 直到團內等等 都面臨很大的挑戰 這個特別呢 我敢配那個五線教練 他因爲站出來 跟三位選手一起出口 放下他們的工作 他們的事業 在賽前 密集的團練訓練 一次又一次的來混聯 不斷的修正 不斷的修正 一直達到最完美的境界 所以對他們非常有信心 我們全國聯合會 就是我們所有的理監事 成員不斷的鼓勵他們 放心 不用擔心 特別今年疫情關係 還有很多因素 經費特別多了 比往年多了 將近一倍的經費 所以我們感謝各位廠商的贊助 過去呢 教練跟選手 包括助手 都去募集 經費很辛苦 我們今年就改變的方式 我希望他們出國比賽 沒有熱的壓力 你們就好好的專注在技術的發揮 專注在比賽 專注在團練 不用擔心經費 所以我們全國聯合會 就有很多廠商 大家的贊助 特別我們教練也很有魅力 我們講到五線要出國 帶一根三位 三位都很有魅力 去出國去參加四類別比賽 很多廠商都業力贊助 就非常感謝 那也感謝 特別感謝我們何欣全力學員 跟我們烘焙自由 每次的活動 都會替我們爭取 所以我們謝謝經濟部 也跟我們益出一些經費 讓這次能夠來如期 能夠出國去競賽 台灣代表隊擊敗了來自全球 包括丹麥 法國 荷蘭 韓國 以及挪威等十個國家選手 榮獲冠軍 展現台灣烘焙產業的價值 央世界看見台灣精湛技術 與美食王國的實力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透過台北通APP 推播提醒訊息 每週推播訊息約2萬人次 開辦不到5個月 接獲推播通知後 繳款的違規案件有7564件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自110年12月23日起 開辦台北通APP推播 提醒罰單與其未繳 即將移送強制執行訊息之服務 每週推播訊息約2萬人次 截至目前接獲推播通知後 繳款之違規案件有7564件 繳納金額7189109元 這個要從我們那個 交通違規罰單 它的寄送的方式來說明 就目前的法規規定 我的交通違規罰單 只要過了 因這個答案期限 然後60天 他一直都沒有來繳款的話 我們這邊會重新再開立裁決書 然後提醒他做繳款的動作 那如果過在收到之後裁決書 然後再過30天 他還是沒有繳款的話 我們這邊會依法律 然後移送那個行政執行 然後強制執行的部分 就可能會扣壓他的財產 或者是扣他的薪水 就是後續會有一些比較程序上 就是有透過行政執行的這一塊 那目前我們透過這個台北通 這個APP的話 就提醒他說 可以盡量避免他不要進行到這個程序 然後讓他提前交款 那我們提供這個服務呢 是針對於台北通的這個金職會員 也就是說他只要註冊台北通的金職會員 有去做過身份證這樣的認證 他就可以享受到這樣的一個服務 然後我們這邊會主動提醒 那他收到了通知之後呢 上面也可以直接點選那個 監禮服務網的一個連結網址 他就可以自己線上查詢 跟線上交款 所以以現在目前在疫情的情況下來說 他也可以在上面交款之後 就是盡量避免接觸這樣子 所以是也是蠻推 就是利用這個方式然後推廣說 我們現在用這個方式來做交款宣導這樣 裁決所表示透過台北通推波 也可有效提醒未至監禮機關 變更居住地址 以致無法收取罰單的違規人 不要忘了繳納罰單 案例的部分呢 現在應該是說目前今年我們這邊 有配合行政執行署那邊 做一些酒駕專案的部分 所以如果是酒駕案件的話 他的那個罰單的金額其實都蠻多的 有的可能超過18萬以上 像這種的金額的話 他會去查掉他的財產 有沒有財產可以做強制執行 所以目前的話 今年的部分其實我們有配合執行署 去做車輛的扣押 或者是房屋的那個 房屋的拍賣其實我們這邊都有做配合 目前我們現在推波之後 繳款的監數大概7500多件左右 那目前收到的款項大概是719萬元 這個繳款的部分 其實它是一個輔助性質的部分 就是我們其實本來就已經經過 整個書面的吹腳流程了 對那其實這一塊只是在輔助提醒 他說有這個案子 那當然我們也有發現說 我們經過吹腳 使用台北通APP吹腳這一塊 然後因為他之前的案子 他之前的那個書面資料 有可能是透過公式送達的方式 完成整個送達程序的 那代表他不一定有收到那個紙本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也可以 輔助這一塊的那個補充說 他透過這個方式收到這樣 裁局所提醒民眾交通違規罰單 除了可以透過監理服務網查詢缴納 還可以下載監理服務APP 或手機行動支付 以及超商多媒體機等各種管道缴納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臺北市警察局執行安城專案 針對黑道崩派據點 營業或維市場所進行掃蕩零檢 強力減速黑道崩派 非訪槍械及毒品案件 不讓黑道的勢力趁疫情期間 危害社會治安 穿着貼身短裙露出修長眉腿 酒店小姐一字排開接受警方領檢 另一邊民眾在KTV唱歌唱到一半 見警方領檢也得配合盤查 台北市近期發生兩起槍擊案件 北市警除了深入追查 同時大動作執行安城專案 針對黑道幫派據點營業或維市場所 實施威力掃蕩零檢 隨著疫情升溫 目前除協助執行防疫工作 及加強防疫措施外 並持續加強各項治安維護勤務 台北市警局自111年5月8日起 執行安城專案 針對黑道幫派據點營業或維市場所 實施威力掃蕩陸林檢 強力減速黑道幫派非法槍械及毒品案件 以徹底整肅暴力亂言震懾不返 展現警方進化治安的決心 本局楊元明局長特別強調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不應疫情嚴峻而鬆懈執法強度及作為 要求轄區各分局對於槍擊案件 暴力犯罪及聚眾剁毆等案件 應嚴正執法並溯源偵辦 同時也呼籲不法分子 誤心存僥倖或試圖挑戰公權力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將強勢執法並依法就辦 以為社會秩序穩定治安 5月8日安城專案共動用警力394名 實施威力掃蕩0檢41處 入檢20處 局長楊元明強調 台北市警察局不應疫情嚴峻而鬆懈執法 要求轄區分局對槍擊案件 暴力犯罪及聚眾鬥毆等案件 應嚴正執法並溯源偵辦 不讓黑道勢力趁疫情期間危害社會治安 記者林奇惠 台北報導 接下來是城市走毒的系列報導 帶您到南港老店林德盛商號 這一家邁入百年的五金雜貨行 來一探究竟 跟社群網站一起接觸 林黑忌 台北工廠一年開始 合照我們有剛好買紙膜 對… ahaha沒有買紙膜 找到吃要買紙膜 對啊 這樣子假記得 因為我們以前 剛才說他們家人做過來都要賣油 以前賣油去 都有加護軍的大學用力 大家都來這裡賣 就能賣油去 這樣喔 我們還有 參辦一個林德森校圈基金會嗎 今年 去年三十九屆 他在民國七十二 民國七十二 五月七八 好像是這個時候 對喔 我們這個白面白天的不銷鋼這個 它是南港區公所送的 很不容易 因為他表示我們這個店 真的非常在地化 那就類似那個 我們剛才說 我們那個 那個房間在那裡的教育一樣 那個教育 對 他建政 他以前看過食證 也有去食證團 團福音嘛 跟我們這台 看我們這裡的意思是稍微 所以我們政檢 比南港 你如果不說我們政檢 怎麼說 說不算 也算說不算 大概是他這樣 好 一百零零九年 也就是 各社政府搬給 你趕快 由 要怎麼講 傑出市民 好 那就是 這個傑出市民 它其實是非常的不容易 它其實也見證了 就是林德盛孝親基金會 三十八年來的歷史 那這三十八年來就是從我的祖父 林九王先生 那一直到我的爸爸林明忠先生 那就是其實在台北市有很多的地方 我們就是在這個孝慶 推廣孝慶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其實是不遺餘力 所以剛剛老師所講到的這一個公益 就是林德盛孝親基金會 我們裡面有一個 變成德順永春 還是大韓民國駐華大使 林九王 霞林九王老先生會寸 是怎麼來大韓民國駐華大使 他的駐華大使有一個機緣 一個五官 他來的時候也沒有講五官 他來訪問的時候 未來訪問的時候就是說 經過一個韓國學校 校長帶他來 結果他後來常常來家裡玩 這樣喔 所以他要回去的時候 就送一個餅兒給我爸爸 這樣喔 那算是我們老闆的老闆 林九王是我們老闆 林九王是老闆 那一個政務官他要 他是在這裡做五官嘛 主護法五官 那幾個跟我們那裡還有班高嘛 那要回去那邊做 做學校的 他就算不算 他有一間軍校的校長 真的嗎 因為我去中兩年 我們在石製校辦臨時中間活動 我有去找三天 一天我跟他有一個職業拼 一天我跟他有一個職業拼 他說他好像以前在台灣特區特區 那個是他前校長的兒子 他這裡被主法副代表 對 這樣喔 主法副代表 他跟你坐駕駛是主法副代表 主法副代表 這樣喔 主法副代表 副代表 對 所以說他現在回去 已經回去韓國了 10年也都副代表 這樣喔 他也算很有感情 對啦 不錯 其實他跟我們也都是一樣 大家都是 我們對他也可以 他對我們也很有禮貌 我們就說九倍 收聽這樣 對 那你跟我們講 是不是這幾十幾個 大家都認識我們這間 你也認識的 對 百分之九十九啦 這樣喔 我們現在拼開這麼久了 有什麼比較有印象的事情嗎 對啦 就是我們可以做的 也是可以做 隨時有困難 我們還是可以幫忙 對啦 可以啦 那個 盡我們所能啦 像人家人家熟了 來這裡 現在不然會開槓 沒關係 會去公路 比較好 可以啦 有什麼事 差不多啦 差不多就是 就是這些人 山頂的人 對這個人 如果來的 都會開這裡休息 這樣喔 你說我們這個房間 自己在山頂 山頂要去 我自己在山頂 就山頂 我自己在山頂 我自己在山頂 那裡去的時 問問他說 他以前就是走路 來到我們這裡 來到我們這裡買東西 你說那個 山頂要去山頂 對 山頂要去山頂 對 以前附近山上 都來這裡買東西 對 以前都要走路 也不覺得很方便 以前大家都有關係 那你們中間 都不會想說 要改做別人 然後就是一直 經營這一家商店這樣子 這一家就 也是很忙啦 有啦 現在的孩子 孫子 就是 又有另外發展啦 但是老的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做 繼續做啦 繼續做 現在有婆妹妹啦 孩子啦 有空就回來幫忙啊 還是做 其實我們開 我們傳統中間 很厲害 你知道嗎 不用電腦 正經的 我發現我沒實在一個 也是這樣啊 這東西這裡都清清潮潮 這個也不用電腦化管理 對 超厲害 電腦 也可以啦 如果要有地方 你現在地方這樣小 用電腦 反而不見得好用 用頭腦最好用 所以都有一套 自己的管理方式這樣子 你就從小這樣 一直磨練出來 你做多久 平溫我們自己這樣 我按飛躍就開始做 做小孩就一直在這裡摸手啊 你去幾歲 民國27 你27這樣幾歲 數學腦筋 84喔 85 85 就是在這裡 找大家幫忙 把這個事情好好做啊 沒有 你才客氣 我們也是情婦啊 不然人家怎麼會來 對不對 老闆真的是 老闆就是老闆的老闆 其實我爸爸在南港街上 其實有一句話就是說 你如果路南港車站 不知道林鄙行 不知道林德勝這家商店 那一定不是當地人 當地人就是一定會知道 林德勝商店 林德勝武清 我們當時是有兩家店 一家是林德勝商店 一家是林德勝武清 那後來是因為我們武清 是那邊丟路啦 就是被徵收 土地徵收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武清行跟商店都併在這裡 併在一起 對 所以也顯得 就是整個店面 也變得比較狹窄 可是也相對的就是 我爸爸跟我的叔叔 這是我爸爸啦 對 就是爸爸跟叔叔 其實之間 跟兄弟之間的感情 其實是非常的好 那包括我媽媽看 走禮之間 他們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將近六十年吧 相處的時間其實都很好 所以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韓國的五官 或是說不管是從山上 山上來的這些朋友們 我都說我爸爸是 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 真的就是三教九流 那我覺得那其實是一個 很令人家覺得 以我自己當自己來講 我覺得那是一種很榮耀的一種事情 就是上至校長 或是下至這些 一般的人家 對 一般的人家 其實都有 那我覺得其實 他這樣子的一個善行吧 我覺得其實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我們剛才講 校青基金會這樣子的善行 能夠傳承到現在 以至於到所有的街訪鄰居 對我的父親 對這家店的這種 我覺得算是這種情感依附吧 他其實是有一種在地的那一種感覺 然後雖然說就是附近 不管是全聯家樂福 其實就是這些商店一直超市 一直的 一家一家的開門 可是這個在地的這個商店 其實有它一個存在的一種情感 所以不管怎麼樣我在想 雖然是百年 但是我爸爸剛剛有講 就是兄弟姊妹們 年輕的這些兄弟姊妹 包括我是嫁出去的女兒 就是現在就是姑姑 她也會幫忙照顧這個店 那能做多久就算多久 就是泳村嘛 就是德盛泳村 所以希望它繼續能夠經營下去嗎 是 當然 是 對不起我剛才講 我倒也沒有留意到一個事情 是 我們這裡之前另外一家在哪個 就大概在哪個地方呢 謝謝 您就是現在宅南 就是那個路口 停車場的路口 就是南港 宅南港 停車場的路口 宅南港 二管的那個停車場的路口 二管那邊的路口 就是你先對面這一個 我們現在差不多1點鐘方向 然後這裡就是土地被徵收了 然後那塊地剛好就是 就是停車場出來的那個路口 那那邊原來是做五金 還是做雜貨 五金原來在那邊 對 那一邊 雜貨在這邊 這邊是家庭五金 那邊是建材五金 那邊建材五金 對 對 因為我們就是一直覺得說 一定還要介紹我們這家店 因為你不介紹真的 怎麼講 講不夠遠 那我覺得一家店 能夠經營100年 平常心講我真的也覺得很不容易 不容易 對 對 所以就像剛剛老師所講的 就看能經營多久 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就是 繼續經營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南港區育成裡規劃的 銀法樂活課程中 烘焙課深受長輩喜愛 大家聚在一起學做烘焙點心 也交到許多新朋友 由上往下捲起來 對 這個感覺 我這個看都可以的嗎 好 這個放著 好 全部都做完 對 接口先朝下 可以 然後從上往下 對 把它推起來 OK 好 烘焙班老師穿梭於各組間 指導長輩做太陽餅 育成裡 銀法樂活中心 規劃的課程當中 烘焙課相當熱門 長輩們忙著先把油皮 油酥包在一起 再根據老師的指導 一一完成後面的步驟 享受自己做太陽餅的樂趣 參加民眾也很感謝里長 規劃這麼完善的場地 讓他們可以學烘焙 我剛剛進來 這一組他們是坐著在討論 在討論 表示他們是有簽字作業 要討論要怎麼下手 我還被問到 太陽餅是圓的還是橢圓的 我都覺得就是這樣 彼此間他們的互動 就是可以增進彼此間的情感 像我們看看每個都阿嬤 我們這個秀珍姐 這個逸英姐 那個立堅姐 都是退休的 那據我所知 我們逸英姐會把做好的這些成果 帶回家跟阿孫內分享有沒有 有 有時候走林幼色 走林幼色 也分掉走林幼色 有小朋友 師父 你看應該要想你 想你來信力區 我吃了 我這學期我來了 秀珍姐上學期沒來 秀珍姐是多才多 立即今年剛退休 退休一年了 四年了 你參加多久 所得到的效益 你是怎麼樣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 大概有三年的 我覺得學得很多 然後學到的可以回去做 做來給自己的孫子吃 或者是樓上鄰居的小朋友 給他們分享 他們都很高興 敦慶莫靈 然後如果說家庭祭餐的話 我就會做很多 然後每個人都會有分享到 做點心 做一道點心 飯後甜點這樣子 這個老師教的很仔細 很好 所以很快樂對不對 對 非常快樂 他跟先生都一起來學習 堆擠了 來 修正姐來 謝謝里長幫我們辦這個烘培課 上學期我吃玉英姐姐的點心 我這學期我就來了 吃了玉英姐的點心 玉英姐分享給她 玉英姐 因為我們這學期是因為 農事課種菜的 正在休耕的時候 所以這次來做點心 謝謝 我們修正姐參加 我們那個城市農園的課程 因為天氣太熱 我們都就休耕一下 對 我退休四年了 那退休之後參加我們里長辦的 這個熱鈴的活動班的課程 我有參加這個烘焙 還有那個禮拜三的那個 提示人的運動 提示人運動 平常我們晚上還有參加 我們那個里長辦的劍軸隊 哦 晚上有參加劍軸隊 對 那我覺得退休以後 在這邊找到一個很好的一個環境 對 很好的在這邊發展 然後自己做了這個點心之後 回家家裡面人分享 就很有成就感 對 所以很謝謝我們里長 我們里長非常的認真 我們辦了非常非常多的課程 還有什麼按摩 拉筋的 什麼的 都有很多很多課程 造福我們的里民 我們立堅姐越來越年輕了 有時候她走過 我們像我們的街道看 哇 後面看起來超級年輕的 沒有沒有沒有 七十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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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完全看不出來 那那個育程裡這個長者的那個烘焙課呢 我們是盡量是讓長者可以動手做 然後因為長者跟小朋友是一樣的 那他們都有自己的個性 希望透過這個手作跟團體的活動 可以互相融合 大家彼此能夠接納彼此 然後我們會做一些比較簡單 容易上手 然後究竟那個材料也很方便取得的 然後讓長輩可以動手也可以動腦 因為有部分東西還是需要一些理解力 所以讓他可以思考一下下 然後大家很開心很歡樂在這裡手作 真的很認真理名 許秋美 秋美姐 她本身自己有她的專業 不過退休了 退休了 結果她來參加我們的課程 結果很高興 她帶著她的姐夫 一起來參與這烘焙課 然後她推從她的姐夫 真的有下去做 跟大家分享 那我要請教秋美姐 你進來我們這個規劃 這熱靈班的課程參加以來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自己 對你的生活的身心靈 有沒有一些改變 還有你每次在這邊 課程回去以後 心情會很舒坦 當然一方面有自己 有一個 就是說有一個事情做 不要閒的無聊 對著電視看 都無聊 在家裡大眼 對小眼的都不是好方法 出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真的對身心靈都有幫助 對 立法規劃是太厲害了 因為她規劃很多活動 那我們就有時間 有能力 有體力 都來參加 是個很好的活動 幸貴姐 她如果開辦熱靈班 四五年來 已經參加第五年了 從自己在松山國小 開始 在這邊第三年 總共參加第五年 她如果個人覺得 她能跟人家分享 而且真的能夠帶著 李明進來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非常主動自發性的 她是覺得我開辦熱靈班 這很好的一個報場 一個回饋 讓我覺得這班要去 去開辦下去 豐北 豐北也從 開辦大都有參加 你參加豐北 你覺得很開心的是什麼 我是把 這最後幾年 把它消耗掉 因為在家裡 只睡覺 也不是辦法 有聽到嗎 她覺得在家裡 但在家裡也不是辦法 她還是要走出來 在這裡可以互動 人 人要跟人互動 不能跟牆壁互動 在家裡就跟牆壁互動 對對對 在這邊可以大家有互動 她也帶著我們李明一起進來 我們有一些李明都待在家裡 她也是引導她進來參加的活動 他們都不喜歡出來 好奇怪 很多人不喜歡出來 我都鼓勵他們出來 她真的做到這樣 所以讓我覺得很幸運 對 然後引導我們的李明一起進來 這種力量會比我們 不是 我只要是喜歡交朋友 交朋友 對 那看到今天 今天的呈現在眼前的成果 當時我們就考慮到要做什麼 開什麼課程 就在跟建築師在討論 就考慮到這邊要做烘焙的課程 那烘焙一定要烤箱 而且要一些桌子要比較大的桌子 讓大家來做一些烘焙的一些準備素材 然後還有電力的設備一定要加強 因為烤箱四五台 一組一台 準備當時要五組就買五台烤箱 所以都在烤量之內 就跟建築師講 電力設備要融得下五台烤箱同步操作的電力 還有一些洗手台等等 因為他們要準備前處理 打蛋 攪拌器等等 所有的一定有一些設備 那果然這個設備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 老師在哪裡 學生在哪裡 學生知道這邊有在開烘焙課在哪裡 我們就透過先自己的裏內 自己的育成裡的社區先公告 我們把功課表貼出來 一到五的課程全部奴列出來 那烘焙課我們排在禮拜一 開課後來 剛開始才十多位 慢慢口耳相傳 因為台北市要能夠開烘焙課程 真的少之又少 第一就是設備 電力 設備 還有你的場地的規劃 一定要有這些事件規劃 通常沒有事件規劃 就沒有辦法去容納五台烤箱同步去啟動的那個設備 所以才有今天這個設備 所以很難說今天每次來這邊進來都覺得 老的滾滾了 因為每一組大家分工 老師也厲害 他把全製作業的材料準備好 每一組分配好 大家交代他們就知道怎麼去做 一般都家庭主婦 因為廚房是很熟悉的 所以他們操作這些工具 操作起來也是得心應手 所以等於說在他們熟識 熟知的原來的生活 生活裡面再添加一項新的動機 新的嘗試體驗 帶著成品回家跟家裡分享 我們做過很多 我們有做過糖果 有做過芋頭酥 有做過蔥油餅 蟹殼黃 只要是烤箱 可以做的 我們大概基本上都做過了 比較材料容易取得 來到這裡上課的民眾 除了當地的李民之外 也有越來越多 來自台北市各區的銀髮長輩 我說有一股力量是 非常強大的力量 叫口耳相傳的力量 口耳相傳 結果吃好到小步 一個補一個 我就說曾經有一天 我來這邊跟他們 瞭解他們課程 結果有四個新報名 我接電話了 好 那你就哪一天來一起報名 結果他說他們有四個 四個來自四個不同行政區 我就才瞭解 原來他們這一群同好 共同興趣的人 就在搜尋一些課程 然後不錯的 就推薦給另外一個 有來自四個行政區 他們就熟識了 就認識了 那同樣的在這個地方 可以以烘焙來會友 來認識新朋友 這種感覺很好 那每個長輩都覺得 抱著感動的心 他說阿 李民啊你真好 讓我們在這邊 有這個義牛 然後就是本身生活裡 非常熟識的一個 一個動作跟工作 所以這是很 就是回到剛剛講的 口耳相承的力量非常之大 一個補一個 然後就來自 像今天這麼熱鬧 裡面我自己 預承只有四個 四個李民是我的預承 其他二十幾個 也是來自其他行政區 長輩們學做烘焙也交朋友 親自手做的太陽餅 經過烤箱的烘烤後 熱騰騰出爐 雖然有的稍微爆漿 但每塊餅都是長輩親手做的 大家好有成就感 太陽餅成功 活到老學到老 育成里里長鼓勵長輩們呼朋引伴走出來多互動 讓身體健康心情更愉快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好 眼見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 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花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似乎無藥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集團關心您 而國內的疫情爆發 快篩世紀需求量大 詐騙集團也跟上這一波買氣 引導民眾點閱臉書的一夜市網站 強調一劑只要92元 比中央徵招的快篩季還要便宜 結果是一場騙局 打開這一夜市的網站 詐騙集團不只整理最新的疫情狀況 更是貼出了指揮官陳時中 金融市長林又昌的照片 來增加可信度 還可以獲到付款 超商取貨 吸引不少民眾 在貼文底下詢問搶購 結果民眾 花了1500元 卻只收到水壺 這才發現被詐騙 金融市警察局目前接獲民眾表示 那在網路社群上有發現 有低價快篩世紀在販售 那已經有網友表示 他花了1500元買快篩劑 結果來的是一個劣質的保溫品 那金融市警察局 並且則由刑大科針隊來偵辦 發現該購物的訊息 是假借我們縣市的相關的首長 以及防疫指揮官的圖像 來吸引民眾來注意 那這屬於是典型的 一頁式廣告的詐騙手法 那除了常見的售價明顯低於市價以外 常常會寄來的都是一些相關的劣質 或是跟購買的物品明顯不同的產品 來騙取民眾的荷包 那而且這種一頁式廣告 也有收集個人資料的風險 警方在此呼籲 那網路上的詐騙行為無所不在 民眾應該慎嫌買家 那而且現在目前快篩世紀 他是屬於第三級的醫療器材 不得在網路上販售 也請民眾應循衛福部公布的銷售廣告 要集通路來購買 與確保荷包不失去 金融警方回應 已經進行調查蒐證 請民眾別上當 現在藥局超商都買得到快篩 千萬別一時糊塗 讓防疫變成了詐騙集團的利益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佳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 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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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连讯息查证 加入连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连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赖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